韓國瑜一直講什麼 麻將相公說 後裔說 好像他自己不會去參與 2020的選舉 可是現在就在這一波 他居然也傳出來四 五月 他也要去美國 而且是東西兩岸都去訪問 難道他也是要去美國面試 然後準備要攪招2020總統嗎 那是在昨天 美國之音獨家專訪他的時候 韓國瑜自己講的 他說五位教授面對面的 直接邀請他 為什麼 理由 他說因為他們對韓國瑜很好奇 很好奇這個小子怎麼突然間 在台灣選舉就竄起來了 他的路線想法到底是怎麼樣 他想要了解 所以邀請他們到哈佛大學的 菲正清學院去做一個演講 然後除了這個演講之外 他有機會將會跟紐約 洛杉磯這邊的僑胞會面 當然還是他一貫的主軸 希望邀請他們來投資高雄 所以他的行程大概站定在 4月到5月的時候 然後受邀請往 波士頓哈佛大學菲正清學院 然後規劃五到七天的行程 他預計走訪東岸跟西岸 然後在農曆年後 確認其他的行程跟細節 全部都會公布 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就讓大家覺得 韓國瑜怎麼好像輕輕鬆鬆 沒有怎麼再進行 隨便人家就直接來邀請他 相對台灣其他的政治人物 要去好像都要費一番力氣 比如說當時 2018年8月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在選前 就出訪巴拉圭 還特別刻意過境洛杉磯跟休斯頓 1月的時候就傳出所謂的 口譯歌趙宜翔的事情 趙宜翔為什麼會被派任到美國 去當政治組組長 有人就說 可能就是為了要促成 讓蔡總統能夠訪問華府 然後所以才特意安排 他這樣一個職位 在1月26號的時候 朱立倫自己也證實說 他年後要出訪美國矽谷 跟當地企業家新創人士會面 瞭解新創產業 新創經濟 這個看起來又是比較商務式的 跟學術 跟政治 好像都比較不相關了 這個拚經濟 不拚政治 對 好像完全跟政治 沒什麼關係 柯文哲這個更糗 柯文哲是在去年12月的時候 他傳出來說 CSIS資深顧問葛萊儀 邀請柯文哲的訪美 結果這效果傳出來 沒兩天 馬上被葛萊儀直接打臉 他說我根本就沒有邀請過他 你們為什麼要扭曲事實 誤導民眾 當時柯文哲還不太願意 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他 後來他在1月25號的時候 他還表示說 他還是會去參眾兩院 say hello 表示他會去參眾兩院訪問 現在預計的行程是 3月16到3月24 都要訪問紐約 波士頓 亞特蘭大跟華盛頓 其實這樣看起來 也是去滿多地方的 到底現在韓國瑜接受訪問 只是單純的去美國看一看 還是跟其他人想的一樣 他也是2020總統的 一個競選的人士 然後去美國一樣是接受面試 這樣一個待遇 其實各方都在揣測 不是在台灣有意義而已 而是在全世界的民主政治 都面對很大的衝擊跟挑戰 然後民粹的快速崛起 這些新興的民粹領袖 每一個都不一樣 包括柯文哲跟韓國瑜 又很不一樣 然後我們跟其他國家的 民粹領袖比起來的話 韓國瑜其實也很不一樣 所以對美國人來講 他會想要去了解 全世界各地崛起的 超人氣的民粹的政治領袖 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他們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而且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個題目 跟研究的一個個人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去 是很正常 很自然的事情 我相信他去那邊 也一定妙語如珠 也一定大家不會在下面打瞌睡 然後他去一定也會大爆滿 而且不只是台灣的學生會去 大陸的學生會去 可能很多不同膚色的人 通通都會去 因為他太有意思了 他太有趣 他太吸引人了 所以那是一個精彩可期的 既然去了 當然就跟僑胞問問一下 韓國瑜本來就是一個熱情溫暖的人 不是一個很輕 或者是很窄 或者是很有距離的人 所以我認為他這一趟去 雙方的收穫都會很大 那麼對於台灣要選總統的人 一定要去訪問美國 而且一定要去華府訪問 除了現任的總統 因為現任總統很難到 不方便進入華府 很難到華府去 所以對於這些要選總統的人 他可能是 如果他有機會選上的話 這可能是他選上之前 唯一的一次機會去華府 他非去不可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 他雖然這一趟 好像只有安排在西岸 連東岸都沒有過去 但我覺得他 如果要選總統的話 所以趕快加個行程 就是遲早一定要去 不可能沒去華府 他選前去兩趟不太合理 也不會 他可以正式提名了以後再去 所以這些就是說 對於台灣要選總統的人 沒有去華府訪問 這是太不尋常 不太可能 一定會去 所以柯文哲 這就是為什麼 他一定要安排訪美行程 但柯文哲他的無理頭 就充分表現在 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有華府 他要去say hello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人家葛萊儀根本沒有邀請他 但我覺得 我覺得葛萊儀 涉入台灣的 內部的政治過深 包括他當場洗臉柯文哲 我覺得這都是一種操作 他的這個動作你想想看 民進黨的人有多高興 多感恩 感恩的心 對不對 居然這樣子來 居然這樣子幫民進黨洗臉柯文哲 對不對 蔡英文定 還力挺口一哥 對 敏感五內 不只是力挺口一哥 搞不好口一哥就是他要的 他要的人 所以這個美國的力量是很大的 很多人都在問 為什麼飛去美國不可 美國就是超強 而且美國在方方面面的實力 都必須讓你在台灣主政的人 你不可能是美國而不見 但是問題是說 當現在的國際政治環境 兩岸政治環境 東亞政治環境 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你怎麼跟美國互動 你怎麼打美國牌 還是你只是很甘願的被美國打 就是當牌打 打牌 不是被美國打 被美國當牌打 這些都考驗我們領導人的智慧 所以我回過頭來講 我覺得朱立倫要去政治化 但你不可能去美國化 所以你一定要到華府去訪問 很多因素 可以有100個理由讓韓國瑜去 也可以有100個理由 讓韓國瑜他考慮不要去 不過我覺得最關鍵 在這個時間點 主要是因為 美中台三邊的關係 從美國的角度 他們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九合一大選 他們做了一些誤判情勢的事情 他們的情報 是不是做得有一些問題 就是AIT的民調全錯 我不曉得是不是AIT或什麼 但是那個結果 是不是給他們有一些驚訝 所以韓國瑜這樣子的一號人物 冒出來的時候 站在美國情報的角度 站在美國要掌握美中台 未來發展的角度 他勢必非常想要了解韓國瑜 也勢必想要了解說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接下來 因為韓國瑜在2020的選戰當中 他一定有他的角色 因為美國在評估2020的 美中台三邊關係的時候 他要去考慮藍的可能是誰 綠的是誰 然後白的是誰 然後這幾個人物當中 幾個代表性的人物當中 或者有影響力的人物當中 他掌握了哪幾個 他了解了哪幾個 然後目前誰他最不了解 顯然韓國瑜是他們最不了解的 所以不只是哈佛 我想華府的各個智庫 或者是研究台灣的 想了解兩岸關係的 了解大陸失誤的 然後甚至美中台三邊關係的 他們勢必都會想要親自有機會 跟韓國瑜見面 聊聊天也好 叫他來演講也好 叫他來說他為什麼贏也好 甚至叫他說你怎麼看2020 他們絕對非常想要了解這件事情 因為第一個 這個一方面對他們研究有幫助 間接的對美國的情報收集 絕對是有幫助 這是從美國的角度 如果從韓國瑜角度 當然他也可以考慮說 我要去還是不去 我個人是認為說他去 當然他目的不是說2020去面試 我想以韓總他現在的心 他絕對不是說我要去爭2020 說我要去美國面試 絕對不是這種心態 但是他去有可能產生的這個結果 或許他就有可能影響2020 不管是影響他自己 或者影響整個藍綠白三邊的 這個互動跟競爭關係 我個人是這樣看 會對他特別再有興趣 我覺得從美國的角度 還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 韓國瑜有政黨背景 他的政黨背景叫做國民黨 然後國民黨在高雄翻盤 長期立營執政的地方 這個對於美國在看待 台灣的民主發展來講 還有美國從華府長期 跟民進黨的接觸來講 他們某種程度上很多人 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他們會想要瞭解 背後台灣的民主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的民主發生什麼事情裡面 又扯到一個 韓國瑜在競選當中 強烈主張九二共識 在目前美中關係 這麼高度對立 對抗 貿易戰在目前打得 可以說是如火如荼 而且搞不好兩敗俱傷的情況底下 你說他對於一個主張九二共識 然後在南台灣贏得選舉的人來講 他難道不想急於趕快瞭解嗎 他絕對想要趕快瞭解 所以這是第二個因素 再來當然就是這個2020 他們也想知道就是說 韓總他就算現在當市長 他也沒有表他在選總統 可是2020這個局怎麼發展 會影響到美中台三邊關係 更會影響到美國在2020的角色 他的角色 雖然說今年的1月1號 怕他又選錯邊嗎 這個就有可能造成誤判 第二個他的中國政策怎麼調整 對台政策怎麼調整 所以韓國瑜現在 因為他的這個911的選舉裡面 他的重要角色 造成了美國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 未來發展的擔心 他們會不會誤判 還有這裡面 大陸的影響力 九二共識能不能在2020裡面 繼續成為人民選擇的主張 我覺得這都影響到美國未來 在東亞 乃至於他跟大陸之間 他要如何採取他的對策 戰略 策略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費政欣中心 這個中心不用講 這個中心是美國裡面研究 研究大陸來講 算是一等一的 如果我們講說 這個賓州大學的商學院 或哈佛大學商學院 那是最強的 哈佛大學的這個費政欣中心 大概就是中國研究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智庫 他們每一年其實 過去這兩年都有 所謂的兩岸事務團來到台灣 就專門組兩岸事務團 來都會敬見總統 總統也都會期待他們 馬英九在他在任的時候 他也曾經跟費政欣中心 這些學者直接用視訊開會 視訊開研討會 所以這個中心 其實無時無刻都在focus 都在注意兩岸 中國大陸還有台灣的發展 你看這麼了解 台灣事務兩岸事務的人 我不曉得他們怎麼樣 預測九和一選舉的 如果在他們心裡面覺得說 預測錯了 很丟臉 或者不是如他們所掌握的話 但他一定非常想要來做田野調查 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的民主到底哪裡出問題 哪裡不是出問題 哪裡出乎意料 這個一方面也涉及到他的學術研究 可是他的學術研究有問題 不是台灣的民主出問題 都有可能 因為這會相互影響 你要想這些都是在 China study裡面算是那種 翹楚級的 在美國這麼大的學術圈裡面 話水也跟當 然後如果他心裡面所預測的 假設他心裡預測 跟實際發展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不只挑戰他的研究 還挑戰他的理論 還挑戰他對高層所做的建議 其實這是滿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 不是說好像隨隨便要來搖房 我覺得他們目的性滿強的 而且是非常公表的 在看這個事情 所以韓總去 當然我覺得他也必須要有一所 要有所準備 而且去 雖然他的目的 韓總的目的不是在2020 去那邊人家官方問你說 你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或者你對九州共識的主張 未來怎麼樣 可是他勢必會在 公開的場合 被問到 被挑戰到 這個時候 你的回答跟你的準備 這裡面可能就會相信的複雜 所以現在對韓總來講 當然你答應了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訪問我覺得很好 但是就是說去那裡可能就是 不是只有這個費政行中心而已 可能是連帶著周遭的 相關的問題 人家問蔡英文的問題 人家問朱立倫的問題 全部也都會拿來問你 反正就是總統規格 對 雖然你沒有表達 雖然你目的不是2020 但是你的結果有可能是 對2020會產生影響 至於蔡英文總統能不能去華府 我覺得已經有聲音出來了 而且已經有前美國的政要 來提出這樣的主張 請國會發邀請給蔡英文總統去華府 去國會演講 這個已經正是有前政要提出來 有動作了 有動作了 所以口一哥去 當然這個磁力物以三百兩 一定有這樣子的目的存在 只是說這樣子的 如果真的提出來了 國會真的提出來了 對兩岸之間會造成什麼樣的效應 蔡政府也要去評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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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